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6月29日星期二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昨天警方發了一份稿件 就說在上星期六時接獲報案 在稍基灣耀東村一個單位的鐵閘樹 貼有一批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貼紙 事件中有一名37歲的男人被捕 第二宗消息 香港電台又再經歷一次巨變 在昨晚 自由峰自由峰節目主持歐嘉倫獲告知 他不需要再主持這個節目 另外港台電視部有兩個節目也遭到停播 分別是午夜廣場和視點31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稍基灣的單位鐵閘 究竟貼了什麼貼紙 根據多家媒體報道所說 就說這個鐵閘上 就貼了有一批寫上 包括光時字句的貼紙 而立場新聞就說 這個鐵閘上 除了貼有光時貼紙以外 還有些揮春 警方在經過初步調查以後 就以涉嫌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 拘捕了一名37歲的男子 這名男子已經獲准了保釋後查 在9月下旬 再向警方報道 案件交由了警方的國家安全處跟進 整件事來說 當然 大家都會覺得 原來這麼厲害 原來已經發展到 那些街坊街里 開始互相監督檢舉 真的有人去查 真的有人被抓 這件事件中 肯定是 有一些住隔離輪舍的人 走去打電話 或者拍照去舉報他 警察都不會這麼空 逐家逐戶走去 看看門口有沒有貼紙 這個一定就是 可能他住在隔離 有一個人長期看他不順眼 看他前面 討厭他後面 可能是藍絲 或者結怨 在社區裡很容易跟別人結怨 他就去舉報 這個舉報是沒有成本的 他可能打電話 或者拍照去發微信 或者什麼 有一些舉報的通道 他發過去 真的有人去上門查 一看到有的時候 就真的抓了他 現在就保釋後查 他就惹麻煩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 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走開走埋的時候 看看自己的門口和鐵閘 有沒有被一些騎尼拐走去貼了東西 如果你自己貼的 那沒得好說 這個我沒有意見 你喜歡在自己的門口貼什麼 其實本應就是那個住戶的權利 但是現在既然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而你家門本身沒有貼東西 你一定要提防 不要說大安止意 因為在一個社區裡 你肯定會有些人 比較是老友 有些是不合談的 有些甚至乎 不妥理 萬一有些無聊人 走去自己的家門口貼東西 而令自己有問題 那就麻煩了 所以一定要看清看錯 尤其是在那些單位的冷行 基本上就是沒有閉路電視 所以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另外就是 我建議如果有駕駛的人 你作為一個車主 其實你駕駛之前 麻煩都看清楚你自己的車周邊 有沒有被人貼這些標語 口號 那你起碼走一個路 看清楚沒有東西 那就開車吧 雖然大部分停車場 都是有閉路電視的 問題是有些郊區 或者是露天 那些沒有閉路電視的 你找不回誰 整股你 萬一你在車尾那裡貼了 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就被人追究一條街無謂 所以一定要提防這些無謂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沒辦法 你都不知道誰舉報你 舉報你那個是匿名的 因為整個制度 其實就是鼓勵那些人舉報 哪怕有些舉報是無聊的 或者根本上是無理的 由於那個舉報的行為本身是沒有成本的 所以他是不是都照發一些信息 圖片走過去舉報 最大的問題就是 就算他濫用這個舉報機制 但是有些人是 他是沒有後果的 沒有人告訴他 他亂舉報是有問題的 根本整個制度就是鼓勵那些人去舉報 所以就算有些人動不動都舉報 舉報完之後根本上都不成立的也好 他不會被人懲罰的 反而你都說 那些被舉報的人 可能會被調查的 可能會有麻煩的 所以就會很容易造成了一樣的情況 就是那些私人恩怨 會轉移了平台去報復 即是公佈私仇 比如說有一個人不妥你的 他走去你的車尾 或者是走去你的門口 那裏貼張這些標語 諸如此類的東西 拍張照去舉報 那你就被人查了 那就多無謂 所以說盡量多加提防 唯有就是 在上個星期一 旺角快庫街一個堂樓的單位窗外邊的浪三架 就有人掛上了一幅寫有光時自據的黑色旗幟 在上個星期五 警方就再拘捕了一名三十六歲的女人 以涉嫌干犯煽動意圖罪 帶回警署調查 准以保釋後查 需要在七月下旬再去報道 連同當日在屋裏面被捕的四十歲男子 至今已經有兩個人涉案被捕後查 這個就是掛在窗外邊 很多街坊都看到 沒辦法 問題就是 那個耀東村單位 只是貼在自己的鐵閘外面 照計就是同一條冷行的幾個住戶才能看到 住隔離冷行的都不會特地走過來看 所以真的 已經是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唯有就是大家去自我保障做多一點的功夫 不是 沒有辦法 已經進入了一個這樣的時代 另外 在網上其實就流傳了一張 懷疑是這個單位鐵閘的一張照片 我也看過 我沒有辦法確定是否那個單位 但是那張圖片是怎樣的呢 就真的貼滿了 很多那些標語 揮春 但是來講 以往 根本上沒有人理你 單位屬於你的 你喜歡貼什麼就貼什麼 寫粗口沒有人理你 問題就是 原來現在貼一些政治性相關的敏感 他就說會調查的 會拘捕的 大家就唯有是 多加提防 只能夠都是這樣說 大家要小心一點 真重 好了 接著就再看看另一單的消息 就是香港電台 就出現了三件事 第一 就是這個自由風自由風的主持歐嘉倫 他就透露 港台告訴他 他不需要再主持這個節目 他就說 昨天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半個小時才收到通知 港台就向他解釋 說是定期的換人 其實就是 是不是大家的心照 定期換人 他都做了十年有多 現在才換 有沒有這麼奇怪 是不是七一之前要洗太平地 那麼 歐嘉倫 其實主持節目來說 在以往那個年代 他剛剛主持是2011 2012的時候 我其實根本上都嫌他 你是不是主持人 你都不發表個人意見什麼 當然 後來我在其他文章 報紙的專欄發現 原來他那個政治取態 都是傾向民主派的 他也是黃絲 以現在的術語來看 但是他做主持 基本上真的很公正 公正到一個地步 我都嫌他太過公正 即是以往的準則 不是現在 其實 這樣的主持也容不下 當然 你問他節目主持的風格 其實是很平和 他也不會很激進 去批判嘉賓 他沒有做這些事情 我認為如果他做一個 節目主持人 他也是稱職的 對不對 我都嫌他不夠辣 或者嫌他那時候 太過濃 問題是 現在連香港電台 都不能容納這些人 當然 我覺得 不關他主持節目的風格 反而 正如歐家倫自己所說 他在港台以外 寫文 他表達的立場 我認為是有關的 如果他沒有寫文 可能會繼續讓他在那裏主持 也不一定 但是 因為他在其他文章當中 他表達出了一個很強烈的立場 我估計就是 關那些文章的事 他自己也說關事 歐家倫怎麼說呢 他就說 主持節目已經是很多年 有責任去發問 說清楚事實 對離奇古怪的言論 提出質疑 他就強調 絕小在主持的時候 表達自己的意見 和作出評論 他就說到 已經預計到 如今的政治環境下 是會被換走的了 估計就是跟他 在港台以外所寫的文章有關 我也同意 他其實也知道什麼事 但是 始終 出現這一天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很遠色 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主持 從現在的標準來看 當年 八花齊放的年代 鄭大班 又 毓民 當然是 有些相對臨善的 或者是相對平和的 難免好像是比下去 但是 其實他們的主持 並不是有問題的 只是風格沒有那麼強烈 但是現在 原來是 沒辦法繼續做下去 另外 這個港台的清談節目 午夜廣場 就說要終止了 又不做了 午夜廣場其實是說什麼呢 就說一些歷史 哲學 科技等等的東西 其實也是一個 只說的節目 當然 他的節目當中有很多 刷編球 借股奉金等等 又是容不下 借股奉金 其實 拆了邊球很多次 我看過 那 但是奈何 就是他不讓你做 不讓你做 但是 嘗試一下 他們可不可以自己 另外做一些 平台去做 在網上 其實現在的門檻 低了很多 坦白說 現在有幾多人 特地去開電視 看什麼 港台三十一台 沒有什麼人看 上網更多人看 如果還有空間 可以在網上做 另外還有一個節目 就是 叫做 視點三十一 這個就摺了 好鬼過 一會兒又說 播完之後 又不可以直播 放出街 一會兒又說 要給上級審查 基本上 是沒有意義的 這節目 你找兩個火辣的 立場 是相反的嘉賓 走上去 你就要拆出火花 你拆不出火花來 還要說 審查 要看過 才可以出街 這個節目本身 已經沒有了 靈魂 我認為是好事 這個視點三十一 主持就已經換了人 以前是利君雅做的 他對一些 他看不過眼的事情 他都會出聲 你換了一個主持 他只是在那裡 真的做主持大局 都不行 一會兒又說 要嘉賓的言論 又說要送審 這樣那樣 看過了才可以出街 唉 那不如不要做 這麼麻煩 對吧 香港電台發展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其實都沒有什麼值得人留戀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